那各位都知道 108克剛今年開始推到入朝 那108克剛的主要的精神 基本上是跨領域主題是 培養排行人的核心核心素養 所以呢 我要用草藍街尖這個課 來秀給大家 怎麼樣去創新素養跟科技整合在一起 那草藍街尖是一個非常典型的 可以作為教學的一個跨領域的實際的教材 那麼草藍街尖呢 一開始我們會讓我們的同學呢 了解一個大致的內容 接下來我作為老師 我叫翁秋貝 草藍街尖這個故事是真的還是假的 真的 胡說 你怎麼知道是真的 我可以找到最亮 那我就用我的方法來推翻你的論述 好 草藍街尖這個故事真的假的 你怎麼找呢 一開始我們一般聽閱讀完了以後 接下來我要找分析的項目 那分析的項目一直到以後來找細節 魔鬼都可以藏在細節裡面 那我們就來看看這個 怎麼找出來細節 接下來我要問 找藍街尖的數量跟薑麵的寬度 是不是能夠讓我們有一些新的想法 那各位 你怎麼知道薑麵的功夫有多寬 來 上覆蓋一下 這樣的話 我這個課 從博文課就跨到資訊課了 有誰做到 誰送去到 好 一直送 畫面是不會覺得怎麼樣 啊過來啊 好不好 好 好 然後叫做 哇 三國次第五戰場 有沒有找到江 江 再搜尋看看 長江在哪裡 長江 現在 現在的地貌已經變成了 裡面了 我們看看原來江在哪裡 江 那這兩天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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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測量這個距離的中安嗎 這個時候 要拿去 你一次 可以看到 這裡到這裡 這裡到這裡 大概 1.4公里 1.4公里 1.4公里到2公里 對 我們假設2公里 好 那假設2公里 潮召是八十万大军 潮召的八十万大军几乎都是水船 那你可以看到它附陷到延延多少 然后呢 这个家宽只有一点多公里到两公里 如果按照划船那些故事 不久就划大了 那当时的推货情况怎么样 我们的王 排了这么多艘船 那一下子不久就会到了 然后又在农牧中 这些船会撞在一起嘛 以前我在搭农牧战队的时候 那个我们是用打信号灯的 不限定要保持静止 那我们船跟船都公司要打信号灯 那白天的话是打旗鱼 这样子 那这样看到了旗鱼 coding变成 转换成 decoding 用密码就会知道了 那在古时候 没有那种先进的机器跟设备 那船不会撞在一起嘛 丽雲同学 你很天才说船不会撞在一起 是不是 可以谈个人一下 可以谈个人一下 好 那接下来 老师再问 草船接近要借几支箭 十万 十万 那一艘船能够重一千支多不多 那像密封封封尉这样 很多 那十万支箭哪艘船重一千支的话 那还几艘船呢 那我是不是数学都出来 上师都要出来 所以 有那么多艘船要去接 动物有没有找到那么多艘船 然后你十万支箭 如果取回来以后 要花多少人去数 要数到成熟 数到天涯 东部的军队就全部都来手艰就好了 是不是 那这样的话 老师问你草船接近的 这个故事是正在的 他是跨士法 方哥老师 我们话里遇到博语来 他是跨士 对啊 那现在的问题是说 草船接近 他本来就是博文课本 念语课 那你现在跨到 资讯 发到数学 发到定义 发到天文 那你从这么多的面向来判断 这故事 真的可能性不多呢 我认为真的可能性不多 然后接下来三国演义里面不是讲 曹操在赤壁拜了以后 到哪里跑 那博龙在哪里再顾问一下 那你可以知道 博龙不是在正北边啊 曹操的事宜在北方吗 所以曹操拜了 赶快往北淘就好了 不是吗 那这合不合逻辑 那接下来我再问你 博龙道的首将是谁 博龙女啊 那为什么派官女去 为什么不派张飞 张飞恨死曹操 曹操一人马上就抓到了 对不对 那 那这里面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伴隆 安排了人性关系的赏力 这样才可看 是不是 这样老师再问你 故事有没有虚构 没有对错 对错在你心里 OK 好 今天就上到这里 谢谢